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在回答记者 关于中方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 联岸关系和台湾局势的看法时表示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都改变不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都改变不了国际社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 1月15号 脑鲁政府宣布与台当局 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此台当局所谓邦交国 仅剩12个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等 多家台湾媒体15号报道 曾发起百万红山军倒扁运动的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因肝癌复发 15号凌晨在台北去世 中年83岁 岛内政坛不翻蓝绿都发生哀悼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欢迎收看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天琪 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当地时间1月14号 正在埃及访问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在开罗同埃及外长舒克里 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有记者问及 中方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 两岸关系和台湾局势的看法 王毅表示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都改变不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都改变不了国际社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 王毅表示 80年前 就在我们今天所在的开罗 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 明确规定 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 归还中国 此后 1945年 中美英苏联合发表的 波斯坦公告第八条规定 开罗宣言条款必将实施 日本则接受波斯坦公告 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 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也奠定了台湾 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历史 与法理根基 王毅强调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过去不是 今后更不是 台独从来不可能成事 过去不能 今后更绝无可能 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 就是分裂中国国土 必将受到历史和法律的严惩 国际上 谁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干涉中国内政 侵犯中国主权 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 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 王毅表示 台独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福祉 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也将严重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是一条绝路 更是一条死路 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 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继续根据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1月15号 脑鲁政府宣布与台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此 台当局所谓邦交国仅剩12个 当地时间15号 脑鲁政府发布声明 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声明称 脑鲁政府按照联合国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脑鲁即日起 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 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 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针对此消息 台湾市部门政务副主管田中光 也在15号下午召开记者会宣称 即日起 终止和脑鲁共和国的所谓外交关系 据了解 脑鲁共和国位于中太平洋 陆地面积21.1平方公里 人口约1.3万人 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 台湾当局已陆续失去10个所谓邦交国 目前台湾所谓邦交国仅剩12个 对于脑鲁宣布 跟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你与中国复交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15号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历史和法理的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 我们对有关国家 盛应大事做出正确抉择表示赞赏 事实一再证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针对此事在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 脑鲁作为主权独立国家 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愿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中方对脑鲁政府决定 表示赞赏和欢迎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以为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 所确认 使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中国已同全世界182个国家 建立外交关系 脑鲁政府决定同中国复交 再次充分说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中国愿同脑鲁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就这个话题 我们来请教一下 台北的时事评论员江明清 江先生 脑鲁政府宣布与台当局 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那么对此您有可观察 其实对台湾来说 对外的关系本来就非常非常辛苦 尤其是两岸的关系不解决的话 台湾对外的关系 本来就是雪上加烧 诺鲁跟台湾断绝关系 不就是如此吗 也就是说当台湾陷入这个时候 兵凶战围 甚至被经济学员认为是 全世界最风险最大的 一个地区之一 那么美国的这些外国期刊 还把全世界三大危险的美国朋友 賴清德力为其中之一 那么这当然是对许多 想要拓展国际空间的 这些小的政治体或者国家而言 跟台湾在一起当然是代表风险 此其他是大陆现在是全世界 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 不论它的制造业或者是电动车 或者其他更精密的晶片 自己可以制造 这些都显示出优越的这种未来的潜力 不论就市场而言或者发展潜力而言 那对诺鲁这样的一个小国家来说 找寻更大发展的空间 这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诺鲁选择跟台湾结束友谊关系 而做其他的选择 也是合理之中 问题就是台湾要这样继续下去 当台湾背对大陆 明天这几年来 都从这样做法在做的时候 台湾的朋友本来就越来越少 换句话说 如果两岸的关系能够修好气闲 能够回到这种和平共荣共入的 这样的一个道路上的话 我相信未来台湾的朋友会更多 空间会更大 但问题是民进党是为了一己之私 而关闭台湾的大门 还是愿意为了台湾这块土地的 长久发展行稳致远 而愿意抛弃掉意识形态 不是只有选举的时候说不搞台独 所以选完他们真的这样做 而且能够落实 能够找到一个共同对话的基础 能够重新重启这样的对话 这还是根本之道 否则你看这些新闻 一而再再而再的出现 这只是证明一点就是 当台湾自己选边站的时候 世界也会选边站 好的 感谢江先生 1月15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主持例行记者会 会上多名记者就涉台问题 向发言人提问 中方密集回应 会上有记者提问 2024年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揭晓之后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俄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并且呼吁所有外部势力 不要采取破坏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的挑衅行动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表示 我们赞赏俄方表态 事实上不仅俄罗斯 还有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 包括印度尼西亚 越南 柬埔寨 老挝 孟加拉国 菲律宾 斯里兰卡 尼泊尔 南非 埃及 埃塞俄比亚 金巴布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白俄罗斯 塞尔维亚 匈牙利 巴布亚新几内亚 古巴 委内瑞拉 上河组织 阿拉伯国家联盟等等 以发表声明 新闻公报 答记者问等方式 公开重申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任何形式的态度 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这是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 和平之声 体现了国际社会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广泛共识 代表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 我们感谢这些国家 对中国正义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而针对新加坡外交部发言人14号 对中国台湾地区选举 表示所谓欢迎和祝贺 毛宁表示 中方已经第一时间向新方提出严正交涉 新加坡领导人曾多次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红线中的深红线 中方重视新方这一说法 希望新方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心友好关系大局 还有记者提到 美国窜访团15号 在台湾地区会见赖清德和蔡英文一事 对此毛宁表示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 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方式 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 我们敦促美方务必认清 台湾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敏感性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 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不寻求把台湾问题 作为工具遏制中国等承诺 落到实处 慎之又慎处理涉台问题 不以任何形式虚化掏空 一个中国原则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此外 针对台门有关美日等国 拟派团赴台所谓制贺的报道 毛宁应询表示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内政 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都改变不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 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国际上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干涉中国内政 侵犯中国主权 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 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 中方对有关国家发声明 制贺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 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以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继续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 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实业 面对国际社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 和稳固格局 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当局 仍在谋独挑衅 台湾事部门诡辩称 大陆方面就台湾地区选举 发布的有关答问 重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等言论 所谓不符合国际认知和两岸现状 呼吁北京当局尊重选举结果 面对现实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谬论 我外交部严正驳斥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都改变不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改变不了国际社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 毛宁表示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80年前 中 美 英 三国发表开罗宣言 明确规定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 归还中国 此后1945年中美英苏联合发表的 波次坦公告第八条规定 开罗宣言条款必将实施 日本则接受波次坦公告 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 奠定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历史 与法理根基 尽管海峡两岸尚未统一 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和事实也从未改变 这就是台海问题的真正现状 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 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2023年11月1日 新修订的福建省献血条例正式施行 确定每年12月为全省无偿献血宣传月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 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 打台湾牌 上个幼儿园怎么说的跟宫斗剧一样 他们两个以前关系敏感着 别人这样辛辛苦苦的事 你就这样出来抢姑 有备而来后发制人 这群女人又在搞什么事 我知道其他妈妈妈另外有个群 你能把我拉进去吗 如果我把你拉进去的话 加油妈妈 1月12日起 每晚18点3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台湾2024大选结束 岛队媒体纷纷发表社论 认为两岸关系将成为赖清德的首要挑战 也提到了未来四年 她要面对蓝白两党在台立法机构的强力监督 可能还要面临诸多挑战 台湾经济日报发表社论表示 蔡当局八年施政 所谓亲美抗中的外事政策 使点案关系击动 压缩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 虽然新当局要到5月20号才上任 但必须立即处理 有关台湾发展的点案关系 降低冲突的可能性 赖当局需证实 在台立法机构三党不过半下 台湾民意多数支持 联岸恢复沟通管道的事实 如果新当局仍是如同蔡当局铁板一块 不松绑对大陆进口禁令 不但ECFA不可能解套 联岸恢复沟通更是遥遥无期 台湾联合报也发表社论表示 这场选战自始至终都笼罩在 浓浓的下架民进党的氛围中 从投票结果看 六成民众选择票投蓝白两党唾弃民进党 印证社会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 以肆意横流 遗憾的是蓝白河之意 最后失之交臂 才让赖清德侥行当选 他可以说是在民众的虚声中登场的 赖清德一方面要承接蔡英文 留下来的政策滥滩 承受民众对民进党贪毒失德的怨赠 另一方面又要面对蓝白两党 在台立法机构的强力监督 未来四年他可能面临诸多挑战 从制衡的角度看 尽管赖清德当选 他却只获得四成的得票 也再无台立法机构的橡皮图章可用 这就是选民对民进党最后的试炼 如果赖清德仍照着陈水扁和蔡英文的思维蛮干 他遇到的施政险阻和社会民怨 只会持续加剧并烧向整个民进党 所谓台独金森要当民进党的终结者吗 台湾地区2024选举落幕 台湾商业总会主席赖正义 14号向赖清德提出了 两岸 能源 贸易 观光 投资 金融 人口等 七项建议优先推动政策 其中他认为首要就是应缓解两岸紧张 赖正义说 第一要务是赶紧缓解两岸紧张关系 2023年 台湾对大陆贸易比重约35% 其中对大陆和香港出口高达1522.5亿美元 进口717亿美元 顺差约805.6亿美元 但台湾去年整体贸易顺差也同样是805.6亿美元 若少了大陆的顺差额 台湾贸易恐转为逆差 赖正义建议 两岸应继续在九二共识下 维持和平稳定交流 第二是加速贸易谈判 赖正义强调 台湾商总不希望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中断 应该积极对大陆展开ECFA的洽谈 在能源问题上 赖正义希望台湾有便宜的电价及供电稳定 他说 目前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政策对台湾供电极为不稳定 台湾要面对现实 2025非核家园不可行 核电才1.4块钱 绿能要5块多 希望把这个供电的这种比重做调整 要不然就是全民来调整 赖正义说 应重启核四 并让核二核三场研议 另外 赖正义还在观光 投资 金融 人口等方面提出建议 赖清德赢得2024台湾内区领导人选举 岛内人士对未来两岸关系忧心忡忡 台湾旅行业者呼吁赖清德上任之后 要好好思考两岸的观光策略 赶快恢复大陆游客赴台旅游 软嫩牛肉搭配面条 临东方牛肉面在台北知名度很高 好几年前曾是陆客来台必吃美食 还有这包装精致的凤梨酥 也曾是陆客最爱买的伴手礼 但是民进党当局迟迟未恢复大陆游客赴台旅游 台湾旅游业的寒冬还未结束 当然包含还有东南亚 像港澳 日韩等等 所以不仅限于只有大陆顾客 那本身呢我们在台湾市场也是在努力的去做推广 迫于限时压力 业者只好拓展其他客源 弥补陆客不来的损失 但如今民进党再度赢得选举 业者担忧 联岸关系恐难改善 大陆旅客来台旅行是需要有好的沟通跟协调 据统计 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人数 2012年达到258.6万人次 2015年上升到高峰418.4万人次 但2016年后 联岸关系陷入僵局后 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团一度减少 但我们希望说我们 就像我们刚才讲 不是第一次赶紧 甚至敞开双臂 告诉大陆大陆那边说 你们可以来台湾旅游 据不完全统计 如果开放陆客来台旅游 将可以带来约2218亿元新台币的收入 对于台湾观光业者 无疑是雪中送炭 然而赖清德的上台 让嗷嗷逮捕的台湾观光业者 离希望的曙光似乎又远了一些 14号 赖清德赢得选举之后的第二天 回到老家新北万里祭祖 对于老家违建争议 以及公布高端疫苗采购合约等议题 赖清德在选前都有所承诺 外界关注 选后赖清德是否会一一兑现 台湾地区2024选后 到赖清德为建岛家参观拍照的民众 依旧落意不决 选前赖清德曾声称 老家会交付公益信托 并已委任律师处理 不过外界仍质疑 投票前查无进度 选后赖清德会不会不认账了 未来在国内我们的监督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觉得大家忘记 我们就不管了 这八年来所有的秘密 我们希望在这四年的时间里面 可以逐一接受人民的检验 除了违建争议 选前赖清德曾两次表示 当局应该公布高端疫苗合约 民众有知的权利 外界也质疑赖清德是否会兑现承诺 民进党的行政院应该尊重这个主席跟当选人 我们担心会不会选举完了 过去的承诺就传过水无痕 我想这一点赖清德应该要坚持住 喊话赖清德不要赖皮 但台卫福部门说自己比谁都急 不只会持续追踪 还要打给高端问进度 只是最后答案会不会又是厂商不愿意 所以没辙 外界持续关注 就这个话题 我们来请教一下台北的时事评论员赖翔卫 赖先生 赖清德在选前宣称支持高端疫苗采购合约公开 那么选后您认为赖清德会不会兑现承诺呢 我们看台湾过去几年 政治人物讲话的诚信 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包括其实赖清德在选前 针对他的万里的老家 被人家质疑说可能是伪贱 那当时赖清德就说 他要公益信托 虽然那时候就有人讲 如果你是违章建筑的话 你是不能公益信托的 那不管他到底是不是 起码赖清德说不是嘛 那你说不是 违章建筑 你说要公益信托 结果选前有人发现说 赖清德完全没有去真的把万里老家交付公益信托 结果民众在意吗 坦白讲台湾现在变成就是 跟你不同政党的人 他在意你讲话有没有跳票 跟你同政党的人 你讲什么 他都觉得没有关系 那如果万里老家的信托是这样 关于高端合约要不要公开 恐怕也差不多 就是即使跳票 对于赖清德 他未来在坐在这个位置上 反正民进党的支持者还是支持他 不管你高端合约要不要公开都支持 那么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支持者 即使你高端的合约公开了 也未必支持你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高端这个议题 我相信未来赖清德会观察民众在不在意 如果民众真的很在意 也许他才会考虑要公开高端的合约 那如果民众不是很在意 恐怕这个议题很快的就会被淡忘了 好的感谢赖先生 2024台立法机构民代选举尘埃落定 虽然蓝绿白三党席次均未过半 但未来将在台立法机构看到许多熟悉的战将面孔 包括韩国瑜 王世坚 黄国昌 徐巧新 谢龙介等高升量政治人物 台媒称 未来台立法机构出现大乱斗已经可以预见 2024台立法机构民代选举尘埃落定 但真正的激战或许才正要开始 选举过后台湾舆论发现 各路战将未来将齐聚台立法机构 首当其冲的就是号称所谓福龙王的王世坚 除了王世坚 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也被岛内网友选入全明星阵容 韩国瑜和陈水扁之间 韩国瑜说他承认动手打人不对 1993年 单任明代的韩国瑜动手打了时任明代的陈水扁 此次重返台立法机构民众都在期待韩国瑜的表现 战力报表的还有他 一生只监督赖清德议员的国民党及台南市前议员谢龙介 但说到战力 从所谓时代力量转到台湾民众党的黄国昌也不容小觑 此外被外界誉为所谓女战神的国民党明代当选人徐晓鑫 战力同样不可小觑 和大家的希望进去立院是一个有声音的人 过去我没有言论免责权 所以我很多收到的东西我都不方便公开 因为可能会有处罚的问题 但是未来在国民里面 可以让我们揭露更多政府不为人知的真相 战将齐聚 未来在台立法机构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外界拭目以待 2024大选落幕台立法机构呈现三党不过半的情况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的位子 由谁来当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其中扮演关键少数的台湾民众党会如何决策呢 颇受外界关注 15号上午台湾民众党举行记者会 提出其未来在台立法机构意识运作之六项原则 包括履行证件承诺推动各项改革 强力监督行政部门 扮演制衡蓝绿的关键角色 就事论事 对的事就合作 不对的事就抵制 定期邀请台湾地区领导人质询报告 推动台立法机构三大改革 此外 台湾民众党还给出四大承诺 包括台立法机构调查听证制度 强化人事同意权 强化明代利益回避 以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经费使用公开透明 改革比位置重要 具体的回答 我们所提出来的这四个承诺 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在决定立法院政府院长选举的时候 我们所会采取的态度 据台媒报道 此前一天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媒体询问 是否支持韩国瑜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柯文哲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然而台湾民众党内则有不同的声音 国民党方面则是频频向台湾民众党递出橄榄枝 虽然我们这一次的选择蓝白没有成功 但是未来在立法院 我相信我们蓝白两党还是在野 对相关的一些法案 还有预算的提案 我想我们势必要一起合作 我们当时就尊重民众党 就看民众党他们提认是谁 那重点就是蓝跟白 我们是在野党 我觉得这六成的民意 大家还是要重视 台媒报道 传出民进党可能让游锡坤拼连任 国民党则渴望推韩国瑜 角逐龙头宝座 至于副职负责人 台湾民众党很可能推派黄珊珊 在三党习次不过半的情况 台湾民众党成为少数关键 蓝绿都积极争取支持 就这个话题 我们再来向台北的时事评论员 赖祥卫先生请教 赖先生 您认为未来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 能否在台立法机构合作呢 是的我们看到 接下来到底民众党跟国民党 会不会合作 我必须讲不要太乐观 虽然选前一度喊出蓝白盒 但并不是因为民众党跟国民党 有什么地方高度相同 他们唯一相同的特性 只有都是在野党 而且蓝白盒破裂之后 两边闹得不愉快 更何况国民党的朋友 往往忽略一件事情 民众党真正在意的是壮大自己 所以民众党要的是怎么壮大自己 表面上当然民众党提出了 要改革为优先 当然他一定要这样讲 他总不能说 要看谁喊出来的价码比较好 这个话公开是不能讲的 但实际上 我们如果理性来思考就会知道 喊出来的口号是希望改革优先 但是事实上更关键的在于 国民党或民进党 谁可以给民众党 他想要的交换的筹码 如果有一个政党愿意拿出 下一次台北市长或新北市长 理让民众党这样的一个筹码 那我认为这个可能在实质的利益上 是民众党更想要的 所以你说民众党会跟谁合作 用成语来讲 代价而估 看谁出的价码最好 好的感谢赖先生 此次明代选举 中国国民党拿到13席不分区明代 台中市副市长王玉敏位列第13 将返回台立法机构 有国民党及台中市议员 建议台中市副市长的职缺 可考虑台湾民众党籍签名代 蔡碧如接任 蔡碧如选后展开谢票行程 在这次明代选举中 她被认为是蓝白河的示范点 在台中市第一选区 她拿下了45.13%的选票 虽败犹荣 蔡碧如对台中市长卢秀燕 表达了感谢 还说会专程去拜访卢秀燕 接下来她也会继续留在台中 努力深耕 此言一出 也让外界猜测 蔡碧如是否会加入 卢秀燕的市政团队 据悉 中国国民党在台立法机构 拿到13席不分区明代 台中市副市长王玉敏 列第13 将返回台立法机构 目前台中市府 仅由副市长黄国荣雇首 将由两席副市长出缺 有国民党及台中市议员建议 可考虑台湾民众党前名代蔡碧如 而卢秀燕的表态也留下了伏笔 基本上我们的市政工作 大家如果看我五年的市政风格 我们的市政工作 不会考虑选举 也不会考虑政治 完全以市政 以及建设 以及市民照顾为主 代表中国国民党 敬逐台湾地区领导人失利之后 新北市长侯友宜第二天一早 就重返市政岗位 视察捷运工程 对于自己请假参选 侯友宜向市民致歉 并强调未来一定会加倍奉还 手握拳头喊加油 竟逐台湾地区领导人失利的侯友宜 选后第二天就回到新北市上工 你这段要准备今年列车设施 从这里上去 你全面的整个列车设施 今年底有没有办法干 关心工程进度 请假三个多月后 侯友宜直奔捷运工程的轨道上 还没展开谢票之旅 先把市政罗斯锁紧 稳住民心 毕竟这次在新北市本命区 侯友遗址拿下86万票 比此前2022年 县市长选举时得票低 如今更传出 有地方社团扬言 要发起罢免侯友宜 侯友宜誓言会加倍努力 但2024未能实现政党轮替 也有人认为 是因为与台湾民众党的 蓝白合作破局 其实选举是一个过程 选举后仍然喊话要团结 外界认为 对侯友宜来说 眼下最要紧的 还是要做好新北市政 据台湾媒体报道 14号台湾宜兰县投城外海 近龟山岛附近一艘渔船着火 现场黑色浓烟直窜天际 火势相当大 另外在前一天 在彰化也发生了一起渔船着火事故 由于船只并排停靠 总共有四艘船被波及 汪洋大海中渔船熊熊燃烧 船面是火球 上方浓浓的黑烟不断的窜出 海巡人员又水珠灌旧 火势相当猛烈 船上两个人紧急跳海逃生 火烧船发生在宜兰外海 归山岛北方 当时海巡巡逐发现黑烟 也接到多头民众报案电话 他们远远就看到 归山岛的尾巴冒烟了 黑烟直窜天际 远处就能清楚看到 还好即使救援 跳海逃生的两个人 船长跟船员都被救了上来 这艘深奥级的渔船 几乎烧成了灰烬 渔民说真的遇到了只能弃船 我还说发生灰烬是大家有什么原因 这些人走火 有人打就不然 有渔船打出来 包括 放到这下去 那个加热 彰化线系温纳杠也发生火烧船意外 13号晚间 熊熊大火把小渔港照得通红 暗夜里噼里啪啦的爆裂声响好吓人 停泊渔船旁边的船只 是并排停靠 这下变成了火烧连环船 海巡跟消防都触动灭火 但是船上还有油料 火势太猛烈 一时难以撲灭 大火烧了一小时 三艘几乎全毁 估计损失超过7000万 其中有渔船才刚买不久 新船损失更加惨重 火在发生时还有一艘船紧急开走 船边边缘也被烧熔 总共有四艘受害 为何暗夜火烧船 从监视器上来看 火事发生之前没有人进出 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他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 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牌 台北市大稻城 老屋街区游客聚集 传统南北货和新潮店家 巧妙融合组成独一无二的街景 上海百年历史的老建筑 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大牌 进驻的文化商圈 就连菜市场也全面提升 打造精致的五星级市场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据台湾中视新闻网等多家台湾媒体 15号报道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因肝癌复发 15号凌晨在台北去世 终年83岁 岛内政坛不分蓝绿都发生哀悼 作为民进党元老 施明德于2000年退出民进党 并曾因反对沉水扁贪腐 在2006年发起百万红山军倒扁运动 15号上午6点多 台北荣总医院证实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 清晨离世终年83岁 施明德去世当天 包括民进党的蔡英文 赖清德 中国国民党的朱立伦 蒋万安和卢秀燕等人都表达哀悼 虽然承受着苦难 在晚期也遭受过去同事的非议 但他始终坚持那句话 宽恕是结束 苦痛最美丽的句点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情操 他一生追求坚持 民主的精神跟价值永不妥协 回顾施明德的政治路 他前后坐过近26年牢 1993年接任民进党主席 在党主席任内 他看到所谓台独主张 遭到岛内绝大多数民众反对 便开始淡化民进党的台独诉求 1995年施明德提出 民进党上台后不必也不会宣布所谓台湾独立 以及政党大和解的主张 开启民进党的转型工程 1996年他因为民进党败选而请辞党主席 见到他我可以说那个时候都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他真的是伟大的人物 2000年因不满陈水扁上台后的贪污腐败 施明德正式宣布退出民进党 成为继许姓梁之后第二位退出民进党的前任党主席 2006年施明德发起倒扁运动 要求实现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为贪污案下台负责 这场以领导层多维范绿人士 参与群众多以泛蓝支持者为主的倒扁运动 参与民众规模一度高达百万 是台湾地区史无前例的一次超越蓝绿的行动 我真的建议民进党的这些朋友们 现在有一点太过度重视党内的权力的分配 请醒过来 第四位要负责任 施明德晚年虽淡出政坛 仍不时提出建言 2018年2022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时 施明德都曾发声提醒民进党高层 要避免派系斗争内耗 2022年施明德还曾发表给台湾各政党领袖的公开信 强调 避战不挑衅是台湾民众对世界和平的义务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今日海峡的官方微信和今日头条平台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jtv.net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收看本期的相关节目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请看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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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